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两位观众 看到我们的立川和养小鬼的视频之后 就给我提来了分别两位朋友 提供提了三个方法 但是我的标题就写两个方法 我觉得非常有用 第一个关于就是说 我们经常去泰安 关于我们经常去赌场的玩家 那么事实上我们多多少少的 我们的能量受到了伤害 甚至我们有可能被小鬼残散 反正我是有这个感觉 而且我甚至现在是感觉 所谓的被小鬼残散 不是说小鬼残所有的人 好像赌场是有特质的 尝尝他尝尝他尝尝他 我真有这个感觉 大家可以去看一些人的面色 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赌场到底有没有呢 不知道 我心里面认定他有 好那起码这是一个我的心理作用 对不对 没关系 那么 我们现在如果要跟赌场去对抗的话 我个人认为 凭我们个人的能力 法力 甚至我们的知识面等等 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我们跟他对攻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对吧 那可是呢 我没法跟你俩人对攻 可是我总可以 给我自己有一个保护吧 同时我给我自己有一个心理安慰吧 那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朋友呢 就针对我说这个眼小鬼的事呢 他给了我一个叫 曲腰伏魔的咒中之王 任言咒凡文 看不看得清楚啊这个 看得清楚吧 就这个 那么这个呢 我昨天呢 我就试了一天 我怎么说我的感受呢 你干脆就别说我的感受了 大家自己去试一下 我总之我给大家推荐的 我认为非常不错 好吧 这要非常感谢这个谁啊 那个兜地骂啊 他给我的 另外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个金干精的 那都好像那个护身 金干精护身奏 都非常棒 那么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就是这种东西呢 他呢 我个人认为呢 他本身有他的法力 他的法力呢 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 他并不一定能和赌场对抗 确定我的话啊 不一定能跟他们对抗 可是呢 我能起到两个作用 第一给我自身 相当于有个护身符 那么这个护身呢 对 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不仅自己平时 从赌场回来听 而且以后进赌场之前呢 就把它打开 循环播放 循环播放 把声音关掉 就声音啊 就是不是给他打得很响 留一点点声音也可以 放在包里面 就让他在里面放 已经赌场 那么呢 他第一 给我有一个屏障保护自己 第二 给我有一个心理安危 好吧 这是第一个方案 那么在这个立村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去做一做 反正这几天也不去赌场 先给他 大家自己先给自己做一个防护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另外一个朋友 他给我的建议就是说 这个 让我不要去跑步 哎呦 让我干嘛呢 让我去爱揪 和打坐 我说为什么要 爱揪和打坐 我知道 因为这两个事情 我都干了以前 包括打坐的话呢 就是说 基本上也一直 就是来新加坡 莫名其妙的 就不想打坐 那我今天晚上 这个 叫什么 立村的这个 时间到了 之前我一定按照他的说法去打坐 艾揪呢 他确确实实呢 就等于说是 给我们通过穴位呢 让我们的经络打通 人就 经络通了嘛 那人就顺畅了 顺畅了人的能量就好了嘛 那我说 为什么不能去跑步呢 他说跑步是耗能量的 啊 这个我就明白了 好吧 那我 现在呢 今天呢就是说呢 呃 这个波放这个 这个波放这个 楞严奏 楞严筋 而且是防纹的 这个 用爱揪 加打坐 好吧 祝大家 祝大家 新春 以事事如意 新年 事事顺意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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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